大家好 歡迎收看Lucy面前這一段的訪問 我們的嘉賓是香港的歷史學家 又是前考評過的經理楊魂宇博士 博士 你好 是Lucy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可能我也想探討一下 我傳一段視頻是香港人去日本旅遊 在葡萄賣的東西跟那裡的上海人打架 這個人當時人說是上海人排隊打煎 網路上都眾說紛云 過渣一次說誰有理誰沒有理 都有不同的說法 香港是初邊跟人打架 真是沒面子 有些人說不是 我不是東亞笨符 你打我 我不可以打你的嗎 文化衝突去到日本 因為其實他看發生什麼事 我有看過一段視頻的 但是很可惜我看的時候已經開始打了 所以用香港人的說法就是說 前轉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只能夠看文字紀錄才知道 只有文字紀錄的話那些東西就不准了 但是common sense的常識告訴我們 就是說每一次打架其實都有一個醞釀期 我們說八個字 初則考國就算兒童沒有啦 這個一定是這樣的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作為香港人跟大陸人打架 如果你問我的話呢 我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讓這件事發生的 就算我自己身處其中的話呢 被人挑釁 那我會怎麼處理呢 要是 我就會 如果那個是公開的場合 我就會報警 由警方去處理 如果室內的話 店舖的話 我就叫店員 喂 後面那個人這樣 麻煩你幫我處理 就是不要自己出手 為什麼呢 如果真的有人拍你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也是百恥莫辯的 那就是 尤其是現在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是 剎那間又變成了中國矛盾 有人就會說 啊 香港人都這麼不文明啊 這樣之處處理 那沒錯 可能道理都在自己那邊 但是問題是 你又要慢慢辯解的話 就很煩的嘛 所以到最後其實就盡量不要去到去出手 有些什麼的話呢 就被人家去處理就算了 大陸人 任性 衰格 那這個是正常的 那就是 你如果東西都要出手的時候呢 其實你千手觀音都搞不定 那所以是不是真的要自己去出手 來處理這件事呢 那你就好像一般人那樣 找個鏡頭 拍光它 拍完就算了 就是那個 你那個出氣的話呢 應該是留待於這件事 完了之後 所以你說一句 放它上網 那就已經算了 你過一個時刻 如果你是要將自己的情緒 不定的升級去到最後一個地步 你說你要跟它去出手的時候呢 自己始終都會有蝕底的那個步驟 那所以文化的差異是一回事 但是處理方法的話呢 我覺得是可以用一個香港人的處理方法 來去做法 比如說巴斯阿叔 那時候十幾年前的話 都不用打架了 是不是 拍完就算數了 地址上面 你永遠就是說 你是會看到別人打架 但是你拿鏡頭那個呢 是不會加上進去來打的嘛 那其實我想香港人其實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會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是可能 當然啦 人非所目 誰所無情 所以去到某個時刻的話呢 你真的被人生氣了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要止蝕 去到那個時刻的時候呢 其實你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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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你自己 喂 我有手機的 我拿出來拍 是啊 就是唯有這樣做的時候呢 才可以保護到自己 還有呢 應該做多幾部手機 幾部拍著它 那對方的話 其實說 你拍什麼呀 我保護著自己 另外一條片 我記得了 因為最近看的 你說一下這個時候 那個是發生在台灣高鐵 台灣高鐵 那就是有個 他都有那些關愛座的嘛 其中一個關愛座呢 就被一個女士錯了 那他應該是不舒服的 那接著有個男人 就很兇地去罵他 罵了十幾分鐘 他就說 為什麼你把關愛座的關愛座啊 什麼東西啊 但是你完全不明白的 這樣 然後被後面的人用手機拍著他 好了 那個人應該好像也沒有跟他來吵架的 但是他一要離座 要下車的時候呢 他就舉起手機拍著那個阿伯 不是那個阿叔來的 不是阿伯 然後那個阿叔問他 你為什麼拍著我啊 然後他開始遮臉了 然後他說 我怕你打我嘛 那我要保護自己嘛 這個做法 其實就是最聰明的做法 就是任何情況之下 第一 要不要讓自己心煩氣躁 第二 有必要是舉起手機 就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其實野蠻人的話 你不可以讓他變文明人 這件事是不需要的 我們沒有責任來去教育他 我們以前覺得香港人 或者香港這些地方可以教育到大陸人 到了最後 到了這個時刻 我發覺是不行的 當然歷史上都有其他嘗試 都可能有成功的可能 這個就是後話了 因為這些是歷史的探討 不是我們現在這裡可以做 但是作為個人層面的話 你是沒有需要教育他的 你只是需要衝突 快要發生的時候 就要怎麼保護自己 就已經OK的了 所以剛剛那個 我提到一個台灣高鐵的那個示例 可以是給將來 香港人有一個差馬的價值 薄小倫 你知道現在 何伯和何太那個外潛的故事 婚姻的故事 炒到差不多滿神風雨 好像現在的人都在追緊 那個點擊還很高 這個話題算了些什麼呢? 我沒想過會有人訪問我關於這個問題 是不是? 何伯和何太的話 本質上當然是一宗八卦新聞 有很多人就是 因為他和中港之間 那個矛盾有關係 然後有一個香港的老人家 給一個大陸的女人 來扣連相的時候 就有很多無限的想像 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說我們始終都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整件事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它呢? 這個就要看回《似作勇者》TVB 這個台的 我會講得白一點 那個台格 什麼台格呢? 人有人格 國有國家 台有台格 什麼格呢? 衰格 TVB本身 如果我們那時候看回的話 那些劇集是陪著我們帶的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看TVB 那個著重點就是說 當然小孩子就會看兒童節目 成人的話就會看那些劇集 什麼《強人》啊 《網中人》啊 什麼《明見風流》啊 就是《謝少秋》那些的話 那些劇集我們全部都有看 那為什麼要帶出這個話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個討論呢? 就是說當時TVB的劇集 甚至加上以前的《麗的雅士》 都是頂呱呱的 如果在整個東亞來說 那些劇集是賣淘的 那些劇集是賣淘的 那些劇集是 好了 但是問題去到去回歸 所謂的回歸 就是回歸要加一個引號的 其實香港可以不回歸的 香港回歸了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慢慢的TVB就染紅了 那接著就是《上尼夫》 失去了一個獨立性 《上尼夫》他拍片出來是不好看的 那到最後的那個創性就不拍 就是有小白他都不拍了 那他就要買大陸的片 就是純粹配音 《上尼夫》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就說播放一輯大陸的片的話 直接是連字幕都不做 那這個風氣會不會慢慢來到去 就是來到蔓延呢?不知道 好了 這個背景資料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呢?就說 就是TVB現在是沒有能力 是做一些令到香港人 會追下去的片集 那結果呢 他會墊出一個什麼點呢? 就說他就利用這些河北河太 這些這樣的真人秀 來賺你的收視和點擊 然後賺一次都不夠 還要叫福禄秀三隻野來去辦 就是一件事就一雞兩尾 吃你兩次 一個就是正經的訪問 一個就是玩你 是不是? 那其實這件事加起來的話 還不是叫做錢 是不是? 吃你兩次的收視 然後就把他們兩個捧到一個點 而河太以為自己是KOL 然後自己就開台 來教別人化妝還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詳細跟 然後去到差不多時間 每一段時間TVB就再訪問他 去保持這個momentum 那一段火燒起他 整件事去到最後 看看什麼時候 這兩個人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接著他再找下一個目標 所以其實這個去到最後 是一個電視台的營運策略 利用平民 去推高自己收視的一個策略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天格的 如果你問我 這個問題我自己覺得是有一些私人的東西 家庭倫理的東西 不應該是一個公開的一個 怎麼說呢?社交媒體或者平台 或者電視裡面去爆 其實這個影響了 比較怎麼說呢? 大家好像是非常難得的 一個堅實的 一個社會的 一個小單元的家庭關係 那他要把那個官能刺激加到最大的時候 他就會引你去做這個事情 他不會嘗試保護你的私隱 反而你的私隱就會成為了 他收視上面的一個保證 然後你每一集有多些東西看 每一集有多些東西看 那些人才會有期望 哇!又有新一集了 上去Facebook看看這個東章的Facebook 然後就click了 所以其實這些就是 就等於以前什麼呢? 我打一個比喻就是 1966年之後那兩三年 紅衛兵運動 每一次的話 都是要把那團火撥上去 你以為這個66年的時候 去見到毛澤東過一面 在天安門城牆 那裡八次來都召見紅衛兵 好正啊?還不夠啊? 接著大川年了 大川年的時候 哇!給全國免費去各地 去朝聖那些紅色的勝地 鄭哥先生這樣 好了!去完朝聖之後 哇!接著就武鬥了 那你武鬥完之後呢 哇!打完一年還不夠 第二年再打過 出了解放軍開車 那你每一年的話 都給那些紅衛兵小將 一個期望 哦!我可以為國爭光到一個什麼點 到最後我成為好像解放軍戰士那樣 是不是? 那種情緒就不斷地炒上去 那現在當然是沒有 並不是有刀有槍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會是似乎 每一次TVB一出新的集 關於何先生和他打的時候呢 似乎那些人就會期望 哦!這次又有什麼了爆啊 這樣又很棒啊 又口耳相傳 那變成其實這一對平民的 亡年怨的 如果當作是一個真正的感情的時候呢 那其實是被TVB利用了 來做一些 就是原本應該 如果你問我 是應該由劇集來負擔的 吸引收視的一個功能 那現在就由這些 真人秀去取代了 那其實有沒有人 跟當事人說過 其實你現在是被人家利用的 那樣 可能他們現在都覺得 食場滋味 很過癮 出街的時候呢 不斷地有人來跟自己拍照 好像變成明星那樣 那種虛榮感 可能令到他們繼續被人家燃燒下去 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到最後 都是一種業 佛家所說的業 TVB的業 何生何太也有自己的業 這個就要個人去承擔了 這間更多的 那些多秘密 那些更多的 很熱鬧 一切 那些更多的